德国队的二当家没有名字 其实力深不可测 亦是队伍中的大参谋 所有人都叫他QP 两个简单的字母 代表着他的绰号 完美品质 Quality of Perfect 可没有几个人知道 在他小的时候 QP的意思却是无所谓的人偶 Crack Pop 没错 QP是个孤儿 在婴儿时期 就被送到了网球培训中心 自然连名字也没有 无父无母 又没有人陪在身边 少年变得冷漠孤僻 无岁的年 综合考虑之下 校长甚至打算将他送回孤儿院 但也就在这时 QP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的男人 那就是恩师雷特鲁 雷特鲁坚信 在QP小小的身体里 蕴藏着无与伦比的网球天赋 只是苦于没能将其开发出来而已 男人找到少年时 他正在用网球打靶 每一球 QP都能控制网球 精准命中把心 为了拉近与孩子的关系 雷特鲁在墙上 写下了三个数字 然后按照顺序依次击球 这个游戏非常难 就算是他 也无法做到百发百中 然而雷特鲁费了半天计 并没有勾起QP的兴趣 就在这时 校长叫他去开会 临走前 男人掏出一个青鸟翘翘板 并和少年约定 如果你在这里继续挑战的话 我就把翘翘板破到右边 而我来挑战的话 就会让其倒向左边 明天 我还会在这里等你 第二天 雷特鲁如约而至 可等了好久 都没有见到QP的身影 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 却发现墙上多了一个数字 而翘翘板不知何时 却匆匆而过 这天 到了校长和雷特鲁约定的时间 为了赶走QP 老头子竟然要求他跟中学生对打 可雷特鲁为了保护这个天才 并没有将比赛的事情告诉少年 他恳求校长 不要用成人的想法 毁掉孩子们的未来 希望能再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并且保证 QP未来 绝对会是一名了不起的网球选手 最后 少年并没有被送走 而从那天起 青鸟翘翘板训练也一直在继续 东去春来 年复一年 很快三年过去了 可有一天 QP意外听到了有关雷特鲁的消息 大概在三年前 他就已经被解雇了 据说是顶撞了培训中心的老板 因此被剥夺了教练的职位 不过因为还有一份恩情在 于是 他就成了这里的扫地层 训练中心 不少人都难以理解 今天都这样了 为什么不马上离开呢 唯独QP知道雷特鲁不走的真相 当来到训练场时 他看到的是一个正在为自己 默默奉献着一切的男人 这一刻 从没展露过任何感情的少年 哭得稀里哗啦 似乎是察觉到QP的出现 雷特鲁头也不回地说道 你已经不再是那个无所谓的人偶了 而是作为完美品质的青鸟 展翅翱翔于世界 天赐骄词副提名 在这位一师一副的支持下 QP下定决心 要比任何人都更加强大 镜头切回现在 随着他的一技抽球 裁判宣布 第一盘比赛结束 德国队获胜 比分7比6 原来在开局之前 他就判断出 这场比赛会演变成 保持发球局得分的状况 于是隐藏自己的真实水平 并且在抢击中决胜 更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 此时QP走向休息区 对着场边的教练说道 好累 不过结果 正如我们当初拟定的计划一样 你说是吧教练 男人对他回忆微笑 是很精彩的一场比赛呢 惊妙